好那一樣的方式的話我們就直接選取之後的話這邊改改成叫做半徑修正用就可以那至於半徑修正用裡面呢 他改了哪一些東西的話呢我想這個地方的話你們 跟前面是一樣的那位置部分你也可以再做一個調整把這個位置稍微做一個調整就可以了 那其他的話這個角度部分也是一樣角度部分的話你標注這邊一個角度 那角度的部分的話呢你可以直接選這一邊跟這一邊然後直接往上就可以了這邊就有一個40度出來了 那其他像這個地方的話標注半徑 像半徑這地方的話就直接就就用ISO原來的就可以了按這個空白鍵直接這邊也是在標注一下 那另外其他像這邊是線性直接就線性直接從這邊抓到抓這邊 那其他我想按空白鍵底下自行在標注一下這邊比較簡單空白鍵按一下再標這兩個 這樣就可以了 其他的話 看一下 這個角度 那至於這個角度你也可以再去做一個調整他的位置也可以在在在調一下位置 或者是按右鍵可以再去 移動他的這個引線 看他的位置大概在哪裡你也可以移動他的引線 然後盡量調整成跟這個地方畫面上面看到是類似的方式就可以了 好 那請 好